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医生再三提醒,过了70岁要少散步 多做两件事,许多老年人不重视 徐奶奶,你又来散步了 小区里的宝洁大姐说道 正在散步的徐奶奶听到有人和她搭话 立马回复道,是啊,人老了 就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顺便锻炼一下身体 徐奶奶今年已经75岁了 退休后,她养成了每天早晨都在小区里散步的习惯 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能在小区里看到她的身影 小区里的物业人员都认识她 所以才有了上面的对话 然而,近来徐奶奶却遇到了一个问题 刚开始感觉散步不如,以前有镜就算了 现在只是一抬脚,就发现了膝盖开始痛了 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了 一直非常的看重身体健康的她 隔天去了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仔细询问了她生活习惯 并结合她拍的片子找到了病因 原来是徐奶奶的膝关节受到了磨损 所以才引发了疼痛 听完这话,徐奶奶非常的诧异 表示自己平常也没有干什么重活 医生说,这不是干重活的事情 因为随着年龄大了 尤其是在70岁以后 身体的各项关节和器官都开始逐渐的退化了 所以有些生活习惯必须要调整了 尤其是散步,不建议时间太长 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都很关注身体的健康 像徐奶奶这样每天都散步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是,70岁之后还适合散步吗? 1.70岁后还适合散步运动吗? 在大多数的眼里,70多岁的老人年纪大了 走路都颤颤巍巍的,看着容易绊倒 觉得这样是不适合出门的,最好是在家静养 其实这样想是不对的 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 规律的体育活动能够显著的降低老年人 患心绣管疾病的风险 运动对促进身体健康具有显著的效果 尤其是对于老人而言 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相较于长时间的静坐 更为的有益 而且,将运动作为70岁老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也对老年人的大脑功能的使用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因为有过日的运动,它能够刺激大脑的皮层 有助于减缓大脑衰退的进程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针对老年人群体这一点有味的重要 但是,老年在进行体育锻炼时 应当根据自身的体能状态 优先考虑哪些简单异形 运动强度适中的活动 比如散步 散步作为一种基础且低强度的运动方式 不仅易于维持在适度的运动水平 而且对于调节情绪,缓解负面的心理状态 也具有显著的效果 这种简单的活动不仅有助于老年人释放精神压力 还能够促进大脑内鱼业的物质的分泌 从而提升整体的幸福感 这些卫生组织也曾明确地指出 步行是最佳的运动形式 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善体内的血循环 降低了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控制血压 还能够显著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 此外,散步还能够增强记忆功能 摇缓摔老过程 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 虽然散步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过犹不及 这个词形容散步再好不过了 尤其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来讲 要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的关节的缘故 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弹性和润滑的功能 这使得关节在日常活动当中磨损更为显著 尤其是对70岁老人来讲 关节的问题有味的突出 经常碰到有些老年人 为了所谓的强身健体 于是养成了抱走的习惯 每天要散步走好几万步 殊不知这样的抱走下去 膝盖也会出现问题的 严重的磨损甚至会造成膝盖的永久性 不可逆性的损伤 有些老年人到了70岁 已经罹患了形形色色的慢性病 包括高血压 冠心病 中风 癌症 骨质疏松 二型糖尿病等 这些慢性病或多或少 就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日常的活动 特别是散步 如果这个时候强迫自己去多散步 反而可能会加重了身体的负担 导致危险的发生 比如有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已经很差了 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 你还让他们去多走路 这是不现实的 到了70岁 很多老年人的平衡能力明显的下降了 走路已经走得不太稳了 这个时候如果强迫自己去多散步 一不小心摔倒了 反而会导致更可怕的结果 所以建议这类群体在散步时 应该选择平坦且柔软的路面 同时散步的时间也要控制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长时间的散步不仅可能会加剧了肌肉的疲惫感 还潜藏着引发老人肌肉拉伤或者是扭伤的风险 尽管适度的散步对维护心血管的系统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长时间或高强度的散步 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加重 比如血压的日常身高和心跳的频率的加快 这些生理反应不仅可能会加剧了现有的心血管的疾病 还可能成为了心肠病发作或者是中风的诱因 其实除了散步 70岁以上的老人多做这两件事 真的不比散步差 2. 多做这两件事不比散步差 1. 低强度有氧运动 虽然说要少散步 但不代表就完全不动了 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强度的有氧的运动 比如瑜伽和太极 这两种运动都有一个的共同点 那就是注重身体的游韧性 平衡性和内心的平静 强度虽然不高 但却能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过程当中锻炼身体 瑜伽是一种结合了身体、心灵和精神的练习的方式 动作比较缓慢 通过不同的体式 帮助我们拉伸肌肉提高关节的灵活性 对于老年人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逐渐的变得僵硬 而瑜伽正好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状态 太极是我国传统的武术之一 动作游和缓慢 讲究内外兼修 练习太极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还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的平静 老年人练习太极 可以有效地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 预防跌倒 此外太极还能够帮助老年人缓解压力和焦虑 让他们的心态更加的年轻 这两种运动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他们都非常的欲于学习 无论是瑜伽还是太极 动作都不复杂 不需要特别高的体能的要求 因此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练习 能通过这些的运动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延缓衰老 多动脑避免大脑衰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许多人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变得健忘 发应也不那么快了 甚至学习新技能的能力相比以前也变得慢了 因为大脑作为一种遵循 用尽非退原则的器官 其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 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的使用它 经常性的使用大脑 可以促使大脑的脑血管 得到充足的血液和营养 因此即便是老年人也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脑力的活动 也要许多的老年人可能会减少对大脑的使用 这样就可能会出现各种衰退的迹象 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科学的研究显示 一个经常进行脑力活动的老人 其认知能力可能比一个不常动脑的年轻人还要好 这表明通过了持续的脑力的锻炼 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刺激越多 脑细胞就会越发达 从而有效地延缓了脑细胞退化和萎缩 进而影响整体的衰老的进程 因此老人们可以做一些活动来刺激大脑 例如参加社区活动 学习语言或者下象棋等的方式 三、70岁后的老人要多关注 70岁被视为人类寿命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尽管现代的医学的进步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到70岁、80岁、甚至90岁 但不可忽视的是 许多老人到这一年龄后不久便于是长池了 因为年龄增长 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逐渐的减弱 就会导致老年人的身体对病原体的防御能力大大的降低 使得他们更容易的受到细菌和病毒的清洗 让他们比年轻时更容易的患病 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人更加的明显 此外免疫系统的衰退还可能会导致慢性炎症状态的持续 这种状态与多种的老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的相关 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都是老年人常患上的病 这些慢性疾病不仅严重的影响了老年人日常的生活质量 还极大的增加了他们因病早逝的风险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在老人的生活当中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不用小觑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普愿的面临着抑郁、焦虑等的心理问题 这些心理问题不仅深刻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的状态 还可能加速生理上的衰老进程 增加了他们患上各种疾病的风险 要知道 长期的处于负面情绪中的老年人 其免疫系统功能往往更容易的受到了损害 这无疑加剧了他们健康状况的二话 而免疫系统的弱化 使得老年人更容易受到感养和疾病的清洗 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因此 子女要多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带他们定期的去体检 空闲时间多陪陪他们 身散步作为一种简单一行的锻炼方式 有其优点 但是长时间散步 可能就不足以全面的维护老年人的健康 甚至存在一定的风险 适当减少散步的时间 多做低强度有氧运动 多动脑 积极地参加社区的活动 这些不仅有助于提高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 还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提高生活质量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